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数字我觉得还蛮害怕的 因为每天每天这样的新资 你光是追这个源头 我觉得韩国政府根本没有能力 也没有办法 而且在韩国这边 它是分两次来公布 你想想看 今天在上半天就增加477 下半天会是怎么样的情况 对 但是也因为韩国 这一次整个疫情 有点完全走中的状况下 也让大家关注到 所谓新天地的教会 因为这一次大规模的感染 大部分都是跟新天地教会有关系 而且其实在南韩这边的一些教会 他们有一些特点 让大家觉得说 会不会就是造成 这次疫情大规模扩散的原因 因为你会发现说 很多跟南韩的宗教有关的人士 其实他们信仰都还蛮虔诚的 对 跟我想象的韩国 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可能我们接触到的韩国 就是比较韩剧当中的 比较浪漫的 比较现代的 但没有想到在信仰这边 有人说新天地教会 完全就是一个邪教 这个网红怎么说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因为其实在南韩这边 有很多的宗教 都有类似的特质 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 网红宋赞娘他就来分析一下 目前在南韩有很 他是韩国人吗 对 他是韩国人 不过呢 大家对他很熟悉的话 其实他也在台湾 有发展过一段时间 他是艺人 他是算是一个YouTuber 然后在台湾也有进入演艺圈 不过之前也有因为社会新闻 所以上过一些新闻版面 不过他现在 不过那是他本身是受害者 是是是 不过他现在回到南韩之后 他也告诉大家说 其实就他的一些观察 发现在南韩这边的话 有一些宗教的一些信仰力量 为什么会这么的紧密呢 首先他就告诉大家说 如果你信仰这个宗教 他会告诉你一个观念 是 如果你不会韩文的话 你也不信这个宗教 你就不能得永生 你就不能进到天国去 这蛮奇怪的 我好像没有听到 台湾有个宗教说 你要是不会中文 其实我觉得宗教 最主要目的是 劝人为善 那其实你只要能够 有心向善的话 你假如说有幸 你就死后都可以进到一个 比较好的世界去 我是觉得最主要的概念都是这样 不管哪个宗教都是一样 不过这三个东西 就像刚应同所讲 有些人就觉得 有点夸张对不对 那如果说 还有更夸张的 那如果说你不信这个宗教的话 你会怎么样呢 你反对者 他就变成是说 他会把你当成魔鬼 当成撒旦 就是不跟你亲近 甚至会用一些社会的力量 去逼你做一些事情 你知道吗 他们说的反对者 比如说今天是想你信教 我是你的家人 就算连我是你的家人 我不信 我也是他们口中说的 撒旦跟魔鬼 对 所以接下来 假如说你的家人 都不支持你 的话怎么办 下一步就是要你 跟你的家庭断绝关系 我们跟家庭之间的关系 这么紧密 为了一个信教的问题 要跟家庭断绝关系 这也是让人 很傻眼的一个地方 而且其实像我也有接触过 类似的宗教信仰的人 那他们其实对于说 他们的教主 也算是蛮忠诚的 这个教吗 对 因为他们其实虽然是说 都是以信仰耶稣 或信仰基督教为准 但是他们底下 分成了好几个教派 他们这种教派的领导人 就有点像是 他们的精神导师 那他们为他们解释教义 或是希望说 劝他们做一些事情 那对于他们的教主来讲的话 都算是绝对的补充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YouTuber宋赞扬怎么说 这一次新天地教会 爆发出疫情的关系 我们要来看到 画面当中这个是 新天地教会的教主 叫做李万熙 世强 他怎么在所有的媒体面前 直接跟大家下跪道歉了 因为毕竟现在 整个风向不利于他 而且对他来讲 真的是事情大条了 昨天的话 南韩他们首尔的 一些地方检察官 已经跟他起诉 用什么罪行 叫做过失杀人罪 为什么呢 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假如说 他本身是一个教主 没有配合政府的 防疫单位的工作 是第一个 再来的话 还记不记得 我们讲到说 现在南韩将近 这么上千名的病例 有一大半都是 跟他们教会有关 那也就是因为说 他们不配合 疫调单位的调查 再加上他们还是 强力地要求 所有教徒参加相关的活动 那就算说 你不是那个本身 有意要做这件事情 但这样的话 是不是也间接 导致整个疫情 向外扩散 所以现在南韩政府 用这个罪名来起诉 他算是蛮重的 对 但是他今天开了 这场记者会 就是来来跟大家道歉 但是我们去幕后 看一些花絮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真的是有心要道歉 因为他的态度挺差的 因为其实大家 对于这个矛头 都指向他们宗教 其实包括他们的干部也好 或他自己本身教主 亲上火线也好 都认为说 所有的南韩民众 媒体都在污名化 他们这个宗教 因此他在这个记者会的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底下也有一些群众 虚声不断 对他叫嚣 他就直接这样拍桌子 告诉大家说 对 告诉大家说 请大家安静 而且还告诉他说 我们现在是已经成年人了 不要做这么幼稚的行为 好 我们来看 这场记者会 他的道歉 国这边 其实现在又有一个 最新的状况 爆发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 新年帝的教徒 他们怎么会用这样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自身的状况 我们来看到画面当中 这名男子 他是新年帝的教徒 今年27岁 他2月19号的时候 去看了这一场足球赛 现场有一万七千多的人 对 而且他的席次 他是在一个 算是有特定区域的地方 所以在这现场的 一万七千多人 是不是都有可能 受到他影响 而感染到武汉肺炎呢 大家都觉得非常紧张 很可怕 因为他在2月26号的时候 已经被确诊为武汉肺炎 但是他2月19号 还去跑去看这个足球赛 但是你可以看到 假设你今天坐在 这个区域里面 其实有可能 这个接触是非常广的 但是政府也很难追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部分 但是现在韩国的状况 真的是越来越严重 就连他们的财长 面对于镜头的时候 一个大男人都忍不住 有点哽咽快要哭了 对 因为他希望大家 能够坚强挺过这个难关 对于南韩来讲话 现在不论是卫生也好 或是经济也好 都受到了很严重的冲击 尤其南韩的疫情 不断爆发 让他们股市也是硬生下跌 好 我们就来看 韩国这边的最新状况 他们的政府已经宣布了 所有部门都必须要进入 24小时的戒备状态 那我跟志祥 有一个最近消息 要插播给观众朋友 在今天下午1点半的时候 机关署要来召开记者会 那根据我们了解 等一下稍晚的 这场记者会当中 可能还会有一些 台湾这边的确诊病例会出现 那这一名确诊病例 有没有可能跟这一名 以色列要去以色列玩的 这一名团员是有关系的 我们要来关注的是 在画面当中的这个画面 对 因为我们讲到 其实陈时中有告诉大家 四大危险区 千万不要去 第一个当然就是 已经确诊很多疫区的地方 像是中国大陆 南韩等等的地方 再来的话 第二个地方是什么 就是医院 也算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 再来的话 第三种地方就是什么 就是长城的班机 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地方 因为为什么这个事情 会被爆发出来呢 就是因为说 其实在那个同团 有11个人要到以色列去 然后就没有想到 其中一个人出现了 发烧的等等的症状 让他们当局是不敢答应 所以说他们验了之后呢 就希望说 把这全机的人 希望他们就赶快离开以色列 所以不只这11个人 必须要回到台湾 跟他们同机的其他人 也都必须要赶快想办法 移到其他地方去 应该是说 这11个台湾人 原本是要去以色列玩 那他们在搭了这个航空的 这个班机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人是确诊的 那因为他们都搭同一班飞机 因此在入境以色列的时候 当地政府就做了一个决定 你们没有办法入境 所以这11个台湾人 又被遣回到台湾这边来 但是这11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出现了 呼吸道的症状 所以他在回到台湾的状况是 他是被救护车 后送到隔离区来进行裁检 所以我们也在怀疑说 今天下午1点半 如果有新增的这个案例的话 有没有可能 就是被隔离的这个人 所以大家也都很关注的是 今天下午的这场记者会 我们就来看看 昨天这11名台人 回到台湾的这些状况 各位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日本的节目 但是日本的节目当中 怎么出现了我们苏珍汤 背后的这个头 已经太好认 这就是他的头嘛 然后上面还写的 他当时写的 你还记得吗 前一阵子大家开始狂买卫生纸 对 而且他就告诉大家 他甚至还把它特别翻译成日文 叫做 我只有一个屁股而已 因为他这个东西 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这个卫生纸 我们只是用来那个 比方说擦嘴巴 或者是做一些排泄清洁用的 真的没有必要去囤积 尤其在日本 还传过我们之前 已经讲到烂掉的老梗的谣言 叫做说 卫生纸的原料 就是做口罩的原料 所以他们就是拿这张图 来告诉日本民众说 不要在这时候 再去疯抢卫生纸 真的没有必要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苏珍昌这边的这个图文 也开始被日本节目来转发 认为台湾在宣传这个方面的这个做法上面 政府是真的做得不错 以及除了日本之外 我们还要来关注的是在韩国 韩国对于台湾的口罩实名制 他们也认为这样才是最公平的 好 接下来我们画面当中 怎么会出现了所谓的皇安条款 这是个大案子 我们就把时间点往前推 大概一个月之前 还记得大家炒翻天的 习有病童的事件 武汉的这个 对 因为习有病童 它就是因为说 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药送到他们 或是希望他用包机的方式 赶快让他回来治疗 所以引发了一连串的政治风波 不过有很多民进党的立委 认为说这个男童的妈妈 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 因为他觉得说 我们已经费劲的千辛万苦 花了两三百块 好不容易把药送过去了 第一个的话 你对于药什么时候到期 或什么时候用完 再来的话 你对于台湾人 好像感谢的程度很少很少 反正大部分是感谢 在中国大陆那边的官员 所以说现在 民进党立委这边 再加上他们看到 像之前黄安或刘乐妍 使用健保的一些 大言不惨的话 让他们觉得说 必须要来提出修法 对 现在健保 大概是有第六类左右 现在他们你要来新增 一类叫第七类 这第七类当中 就有一些规范讲说 你一年要是没有居住在台湾 大概是半年的时间的话 OK 你就不能使用健保 再来是你提不出收入证明 以及你没有缴税记录者的话 原本你的保费 一个月是要缴749块左右 但现在变成一个月 要直接缴一万两千块 对 不过其实这个一点二万元 到底是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 目前还不得知 而且也有人说 就算提高到了一点二万元 有没有用呢 因为其实你看在美国 你只要光是看个牙医 或者是去看个门诊好了 挂号费都是至少三四千块台币起跳 那再加上诊疗费等等的 零零总总加起来 可能搞不好五六万 甚至绕到十万元 所以只缴一点二万元 能不能治标不治本 我们现在还是有待观察的 不过后来也有人提出了 另外一个质疑的点 因为现在民进党针对的是 所谓有中国籍的人士 所以国民党立委这边就直接告诉大家说 请你不要用仇恨来修法 你假如说要来检讨这政策 大家都欢迎 因为朝野的各党团都认为说 健保的资源必须要公平公正来使用 那你就不能只针对中国籍的人士 还记不记得其实有很多旅居海外的人 通常拿了双重国籍之后 也是为了要看病 才会特别飞回来台湾 然后看完病之后 又回到其他国家去 这样子攻击 这样子的使用方法公平吗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一起通盘检讨 但我今天在网络上面 有看到另外一方位的声音 他是在大陆工作的一名工程师 他说他确实在一年当中 没有住台湾有超过半年的时间 但是他也说 他都有乖乖去缴这个所谓的宝费 然后再来是他说 他没有每次回来都看医生 他认为自己这样被秉除在外 心情上面难免会受到影响 对 这是其中一类 这是在中国大陆工作的人 那第二类请问一下 假如说像我以前担任留学生 我不可能一年半再回来 一个半年在台湾吧 那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呢 所以说现在他们其实有包括了这些漏洞 都有想办法要严理配套 像是邻居县就是提案的立委 他就告诉大家说像是驻外人员 远洋渔悦或是海外留学的人 他们都可以透过住进的方式 来豁免这样子的归类到第七类的这种问题 那另外假如说你是在中国大陆这边的人的话 也可以使用遗亲或探亲的方式来进到台湾 那这些部分也是可以保障你的就医权益 也是帮你能够纳保 那至于说出国停保或者是说复保的部分 这些他们还有一些细致的部分 还必须要跟健保局来详细讨论 好 我们就来看看今天出生商怎么说 好 请接着我们要来关注在美国的最新状况 这个似乎对于武汉肺炎疫情的情形不太乐观 对 因为昨天为止的话 其实死亡人数只有两个人 没想到蜻蜓就一口气再暴增多六个人出现 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不会让大家觉得说 美国的疫情好像不如川普之前讲说的好的很呢 对 而且他这六个人死亡 全部都集中在同个地方 华盛顿州 对 因为华盛顿州跟第一例也是在同样的地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会觉得说华盛顿州该怎么样来应处 也于是他们也很多地方都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 关注的是在中国这边他们官方公布的最新画面 就是习近平他在视察相关机构的影像已经曝光了 但是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习近平好像这段时间里面真的累了 而且憔悴了不少 第一个他皱纹变得很多 再的话头顶上原本都是乌黑的绣法 现在变成了白把头在那边斑驳在这里 所以让大家觉得说 是不是习近平好像就忙得焦头烂额 因为这是第一个 后来的话他的幕僚是告诉大家 其实过去习近平确实有染罚的习惯 但是因为因应武汉肺炎疫情 让大家很人心惶惶的时候 他觉得这时候再去做这种多余的修饰 其实是对人民的补禁 OK 好 但是现在中国大陆这边的状况 似乎真的是不太乐观 对 因为其实让习近平焦头烂额的 不只有疫情 再来还记不记得他上个礼拜 还希望大家说能够尽快复工 而且尤其要确保北京的经济状况 你会发现 其实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一片惨淡 不只有先行倒闭潮 我们再来看几个具体的数字好了 这时候不是讲说在三月的时候 要几乎全面复工吗 是 可是在东南沿海这一带 有很多台商 有很多经济特区 可是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了 东莞的复工率才多少 百分之二 百分之二还是二十 不是 是百分之二 天哪 这个数字未免也太惨了吧 所以就看起来习近平他的令 是不出北京 到地方政府这边 可能也有碍于很多限制 所以实在没有办法 让所有的工业一起复工 好 我们就来看看在中国这边 出现了倒闭潮 好 紧接着我们要请市长 带我们来关心 在台北市长柯文这边 有可能有最新的人事异动 对 因为其实台北市长柯文哲 最近我们对他的印象 就是在武汉肺炎的防疫期间 频频失言 所以这回他 再多的发言人和辩护 还不如让柯文哲 别随性发言 人火上身 记者焦国锋 潘颜红台北报导 好 所谓音乐是无国界的 我们要来看这个作曲家 叫做李元珍 他创作的美农之道交响曲 即将要展开四国七场的欧洲巡演 让来自台湾的客家文化 可以传达到世界各地 而在巡演之前 客委会也特别在美农先 安排了一场户外音乐会 好 另外我们要来关注的是 韩粉杏仁歌要来开告三名议员 插播一则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台湾驻马来西亚代表处 在2月29号获报 大约有60名国人 抵达马来西亚沙越州的时候 却遭到当局禁止入境 但是这个 他们的政府是在2月1号 以及2月28号 是针对中国旅客 以及曾经到访中国的外籍旅客 提出禁令限制 但针对台湾人并没有做出限制 没有想到国人到访 却被禁止入境 北京北道 一直都在打好方口 高雄有一名公务员王先生 他在骑车经过古山铁道园区的时候 风筝线垂在路中 他就被一条风筝线划破了脖子 脖子留下了一道八公分的伤口 王先生打电话向是否反应 但是文化局却说 风筝不是园区内的设施 放风筝也是民众的个人行为 就在刚刚集关署开了记者会 在台湾今天又新增了一名确诊病例 为案例三次确诊前同病房 但是不同病室 已经出院病人的陪病家属 感谢您这节加入 我是姓苹 我明天再会 拜拜咯